中大华艇隊的建議 中大华艇隊的建議 已經在城門河上 半年暑假 當大家準備起高班時 中大蛙艇隊的建議 已經在城門河上來回挖了幾千獎 他們的目標很明確 就是滿年的大專賽和兩大蛙艇賽 我們通常會在石門下水練艇 我們星期二會休息 所以逢星期一、三、四、五、六天都會練習 賽艇最特別的是 更加需要大家一條心地去做 要更加團結 因為滑艇可能每個細節都要做到100%一樣 滑艇隊是沒有後備的 如果滑艇你一個人不來的話 你是阻礙了其餘八個人的時間 所以在這麼大的責任下 就會驅使到一些人很有自律 最主要的比賽就一定是八大U-Champ 在其他可能有些Regatta 都希望可以拿到一些好的成績去檢討一下 或者去做一下有什麼訓練的改進 初賽不留力 先進入決賽 剛才爬了一場男子八人有駝手艇的比賽 其實我們中大有兩條艇 成績是第二、第四 有一條就進不了決賽 不過這就是我們今年2016年第一場 正式的2000米比賽 我覺得成績其次 但今天我們想做好寶貴一課 我們中大好像贏了好像空光14年 連續中冠軍 今次想爭取15年 其實我們當中真的經歷過很多高山低谷 不過我們每一個低谷都很學習 很吸收不同的經驗 所以才能夠每一次 能夠闖到更加高的高峰出來 2016年對中大蛙艇隊來說別具意義 他們除了會衝擊大專賽15年勝 也會在這一年慶祝他們成立30周年 而當年成立蛙艇隊 就是要備戰第一屆的兩大蛙艇賽 在86年亞運裡很多香港隊的成員 都是港大和我們中大的同學 做完那次亞運之後 大家同學就在想 會不會可以分析一點 將兩大蛙艇賽做得大型一點 所以第一屆之前 都是有兩大蛙艇賽的 好像英國一樣劍劍牛津 我們香港也有中大和港大 早在80年代初 中大學生會合下 已經有一個屬會 中大蛙艇會 我記得不能下艇 就在天台石池的蛙 但其實好像在衝浪缸裡 第一屆兩大蛙艇賽 中大和港大的實力旗鼓相當 第一屆的距離是最長的 以我所記得 是五千米 而且都挺劇烈 因為大家沒有經驗 就一邊叮噹碼頭 由頭鬥到尾 最後當然是HKU贏 輸兩三個歇位 但是我們又不是很失望 因為沒有期望 上來只覺得 咦 全都損失了 第二年其實整隊的準備都應該不夠 那年沒有記錯 就輸了很多 連續輸了兩年 對當年的中大蛙艇隊打擊相當之大 但是蛙艇隊並沒有放棄 反而重整旗鼓 加強訓練 我想大家如果有玩過蛙艇 是突然間有一個時刻 是砰 八支獎飛到去 即是很齊全 所以到第三屆比賽 我沒有記錯 應該贏了整條河 很開心 很開心 過了一線之後 大家都是拿著拳頭 大喊燒 喊到沒有聲為止 最初是沒有女子蛙艇 應該是我提議的 那時候 因為我說女子沒得玩 就不正常 所以就要求他們加 結果好像去到第四屆才有 女子也贏了很多很多屆 歡呼過後 隊員達成心願 相繼離隊 蛙艇隊出現青黃不接的情況 當時我們蛙艇會的莊 很多人都不太做運動 那時候包括我 又沒有教練 又沒有人 我們就說 既然我們有什麼都沒有 我們不如今年暫停 最終是 最主要是港斗誠意邀請我們 我們就拉閘成夫 去比賽 那些成績是輸了整條街 我自己真的非常不開心 所以第四屆輸了之後 就去訓練 去組織 這樣 當時我就覺得 我在這裡爬就不太適合 因為跟他們的身形有些分別 但是我對爬得很不好 是有一個概念 所以我覺得 不如我應該坐在課程的位置 帶著他們去做那個 比較完美的動作出來 這種救人帶身形的傳統 就是由那時候開始 一直傳承到現在 我們都很相信是教練團隊 他們都自己有整職 他們都是用自己公餘的時間 來貢獻給我們 現在始終大家出來做事 其實可能 我們那幾個暖暑假的生活 就是上班 下班 回來看廳 回家睡覺 六天 就不用上班的時候 就全部時間都放在這裡 但是有時候我們都會在這裡說 其實大家 因為什麼原因會留下來呢 其實很主要的 都真是這裡 大家喜歡這裡的分別 我教他們的時候 當然他們有要求 他們都會認為我是教練 訓練以外的時間 其實我們是朋友的關係 我不開心沒有我會找他們 我開心沒有我都會跟他們去玩 2002年 一班熱心的蛙艇隊校友 組成中大蛙艇隊校友會 他們在2005年協助各個書院 成立自己的園隊 比更多的同學 接觸到蛙艇這一項運動 並在同一年 舉辦第一屆中大蛙艇錦標賽 自此 各間書院 每年就有機會 在城門河上面 一較高下 現在中大發展得很好 我們有九個書院 所以我們每一個高校 去做他們的recruitment 他們會培訓他們的新人 在中大滲入去推廣這個運動 效果就比起以前大過十倍 校友會的視野並不單止停留在中大 他們希望將蛙艇推廣給更多市民 甚至利用這項運動行善 貢獻社會 2015年 他們挑戰了一項創舉 來回蛙過香港和澳門 為香港的蛙艇歷史寫下新一頁 並為中華白海豚的保育工作 籌得超過二十六萬元 第一天臨回澳門那段路程是最辛苦的 因為那裡比較淺水很淺水 變了一個jack很重 有些隊員爬爬的時候 就不舒服在那裡吐 或是有時候會曬傷了都有這些情況 還有這些手皮和腳皮會磨到損光了 我們其實是想將運動推廣到社會 譬如今次是保育 下次可能不知道會不會是教育 所以我們是想利用我們的專長 去跟不同的機構合作 2016年8月的這個週末 城門河再次開出一條兩公里的賽道 給八間大專院校的建議比拼 48位中大蛙艇隊的隊員 全神貫注 務求發揮最高的水平 為今個暑假畫上完美句號 加油…GO 加油…GO 加油… 中大加油… 加油… 加油… 比賽不是輸就是贏的 我們輸了就下年再努力過 大家不會說今年輸了下年不玩 但還是會繼續想在隊伍裡面 好像我們的師姐一樣幫回下年的隊友 很多年之後 他們可能不會記得暑假訓練時間的辛酸 甚至已經忘記了贏了哪一場比賽 輸了給哪一間院校 但可以肯定的是 蛙艇在不知不覺之間 已經影響了他們的生命 你自己怎麼厲害 你都不可以爬一隻八人艇 而是一段時間 一群人為了一個目標 放下自己 去承諾到一隻艇裡 很難找人生其他階段去比較 蛙艇隊是一個很多眼淚的地方 和一群這麼好的朋友 爬到一場好好的比賽 這是很開心的 三、四個月天天見著 好像兄弟、親人一樣 每次都一定要盡力去做一件事 套落可能將來開學 或者將來入到社會做事 這些都是一些很可取的態度 想不到現在的師弟、師妹 可以做到現在的規模這麼大 成績更加比我們超越了很多 我真的很拋惡這件事 我亦都希望大家可以繼續 因為蛙艇 繼續保持這些友誼 和一路走下去